他真的是一隻螃蟹 炸螃蟹 整隻螃蟹 相機先吃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龐 今天呢 我們又回到了 三 應該不是 四年五年左右 沒有來這找進了 那眾所皆知 找進這也是 LABLAB山下 AQRF他們的主舞台 製作委會在這個時候 又跑到這裡來 是因為他們最近 跟JR東海有一個聯名的 Oshitabi活動 Oshi這個字呢 在知名意義上 原本指的是 推薦嘛 那你會推薦什麼東西 通常就是你喜歡 或你知識的東西嘛 所以現在呢 就把它引申為 你喜歡或你知識的偶像 Oshitabi呢 就是一個 給你自己的推 做的一個旅行 有點類似聖旅行 那種感覺啦 那這次他們就是 跟當地的一些店家 做了一系列的活動 其中一個呢 是他們有一個 Aquamashi 裡面列了一些 在早晶港的 餐廳 或者是那種鋪餐店 大家在這裡消費五百塊啊 就可以獲得一個 A店 那我今天來的時候呢 已經有點晚了 四點多了 因為我剛才跑去吉章 所以很多店都關了 因為畢竟這裡是那種魚港餐廳嘛 那種海鮮通常就是早上 那個魚川一回來就開始開門 然後賣完就沒了 所以最後呢 還得是 早晶漢堡 我們又回到了這個早晶漢堡 在那個 動畫第幾畫 第四畫嗎 第四畫 第五畫 他們追那個YOSHIKO的時候 有路過 從他們家一路跑到這裡來 然後到那個水門 跑了好幾公里 我雖然吃了不只五百塊 不過他就是給我一個 但就是每筆結帳 就是一個 最多一個 那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很多的話 那可能就是分比較多筆去結吧 那我剛才在這台之前 其實已經去這個 深海布丁工房 已經買了 一些布丁 那也有另外一個人 我在深海布丁那邊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那個結帳的時候 他沒有主張給我 那我剛才在早晶這邊的時候 那個店員跟我說 有沒有帶這一張 如果有的話 才OK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不會主動給 就是你要帶著這一張 表示你是看著這個 才來的 他才會 送給你這個 那那個布丁工房 我不知道他是 結帳那個店員比較 不懂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因為他們是分開的 我問那個點餐的店員 他說有 然後結帳店員 可能我沒有跟他講這個 他就沒有給我 或者是他根本就是忘記 他不知道的這個東西之類的 這一個是Ruby 那剛才這個 深海布丁的 我已經打開了 是 那裡 兩個都沒有 都不是我 特別想要的 那今天真的已經有點晚了 我原本預計是 至少 就是 吃到我想要的 用或遊戲孔 啊不對 兩個都一樣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就 集九個人 不過今天 這個時間是真的有點晚 然後我明天就要 退房就要走了 所以我可能改變一下行程 因為原本 明天是預計要去 集另外三個張 然後再到 那個三字府的案例所 去換 最後的東西 不過 現在 這個 兩個都沒有集到我想要的 第一個最簡單的目標 都達不成了 所以明天可能要再來一次 那我們今天先吃這個 早晶漢堡 我點了一個 章魚 不是章魚 螃蟹漢堡 我怎麼會講章魚 他真的是一隻螃蟹 炸螃蟹 整隻螃蟹 相機先吃 來吃吃他的味道 怎麼好像 吃不太出來螃蟹的味道 因為他的那個 醬汁味道太多了 他有加那個美乃滋啊 還有那個 這種酸酸甜甜的這種 不知道什麼醬 他還是那種軟殼蟹吧 因為他醬汁味道比較重的關係 所以他那個 螃蟹比較 鮮細的味道都吃不太出來 他這個沒辦法慢慢吃 因為他那個會滴 所以要趕快把 一口氣把它吃掉 他這裡有看巴雞 早晶漢堡 我應該是沒有 因為 他們後來 開始做這個看巴雞活動的時候 有第二次我來的時候 我沒有來這邊 等一下回去 休息一下 去一下熊巴咖啡好了 花那4千塊那個花不完 好 那今天只能先吃這個 今天早上再早一點來吃 其他那海鮮動拌什麼 第二天 我們要回來 早晶港這邊了 那我今天呢 大概只剩兩個小時左右可以吃 我想盡量吃吧 不過其實這裡就是 有在做活動的店 你只要買500塊 他都會有這個 杯墊 所以包括買飲料也有 那今天第一家呢 我挑了 魚絲飯食堂 隔壁還有一個 海女小屋BBQ 這一家食堂的部分呢 就是只吃丼飯的 然後旁邊應該是一起的吧 他是做那種燒烤的 現場燒烤的 那那丼飯的部分呢 他沒有飲料 旁邊有 所以我剛才在旁邊 另外也買了一個這個 應該是在地的啤酒吧 早晶啤酒 750 然後也有一個 所以 這樣子 我等於是 一餐 點了一個飲料 然後一個丼飯 總共兩個 我先看一下 這次抽到了什麼 如果這兩個都抽到了 那可能就 就可以走了 阿雷 又是Ruby 看來要再去買一瓶啤酒了 他這裡真的是 你要跟他講才有耶 因為剛才我在結帳的時候 前面 也是一樣有超過歪塊 可是他就是沒有特別說 他是為了這個而來 他就不會給 好 起乾 那我們就趕快 吃快一點 把這個吃完 我想去吃那個 旁邊燒烤 我們現在點了一個這個 富士聖 丼 他應該是 薄拉肥 然後有鮪魚 鮪魚的碎肉 跟那個鮭魚子 溺食嘛 所以一個味噌湯 還有醬油跟醬汁 我加醬油就好了 我们來到這裡 每天都要吃 麵鹵 就會把牡物放在行動 滿足的 中間跟野菜 買一瓶 廢 他不只碎肉耶 還有這麼大的 我們以為他是那種 骨鞭肉所以都是碎的 他還是有一幾塊肉塊的啊 剛剛結帳的時候還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他看我說過過了 所以他還默默地幫我算了未睡覺 一般吃東西應該是沒有免稅啦 不過反正便宜一點點 吃完了 這個啤酒喝完了 我在想要去別的地方再吃別的 還是先去隔壁烤點東西來吃吃 馬上就來隔壁吃那個 他這裡那個燒烤 海女小屋BBQ 他這個有點像蜘蛛餐 你自己拿的 然後我拿了一個牡蠣 然後一個這個海螺 海螺還有分大小 就是小一點的 然後拿一個那個 你看海螺要倒著烤 然後牡蠣也是 那個厚的那一面要朝上 然後他還蓋一個這個 是怕它爆開嗎 殼爆開之類的 還拿了一個這個 不知道算九孔還是算鮑魚 他在動 感覺很痛苦 別看它 我們來看那個 這一個是 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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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終於有了一個 我要的YOSHIKO 其他這裡是 就是 可能 每次結帳 五百塊都可以拿一張 所以 或許應該要分好幾次打 不過我們現在已經得到一張YOSHIKO了 差一個幼了 看要不要去買點什麼土產 可以打 可以打 應該要先烤這個 這個是不是比較快好 這個好像是小屋子 這個好像是小屋子 OK OK 現在OK 這個好了 先拿出來好了 這個不知道什麼倍 然後 還有 三倍 所以 這個要加什麼 加這個嗎 加什麼 海螺跟 牡蠣都卡好了 牡蠣他給我加一點那個 泡酥 就是 可能有點酸酸的 那種 有點像醬油的 那個 就是醋的東西 然後海螺呢 他是直接 給我加這個 冰燒用的 醬料 應該算什麼 不知道算不算醬油 這個 在地啤酒好苦喔 來吃這個牡蠣 這個 這個 烤太快了 這個 這個 都加了都加了都加了 這個火很大 這個不能放著慢慢烤 不能像我們烤肉那樣慢慢慢慢放著 這樣一直給它轉 不然就像這樣子 全滅 哇大好吃 這個好鮮喔 雖然沒有加任何醬 可是根本也不用加任何醬 哇我的這個煎燒起來 根本也不用加任何醬 它本身那個鹹味就很好吃了 除了烤焦的以外 哇這個 沒焦的部分就好好吃喔 烤焦真的是太虧了 這很好吃 吃起來口感也很好 啊好苦啊 好苦的酒 現在三點 應該還有時間 買點土產好了 就不要吃東西了 買土產的話它其實也有 有幾家店它是土產 就像昨天買那個布丁一樣 這還有什麼魚乾啊 應該都是魚乾 玉子燒 這些土產其實也可以 五百塊也可以拿一個那個 去逛一下齁 大概逛到四點回去 差不多 剛才本來想去買一個藍色布丁 不過我現在來這個 Mirato新增台 這裡有一家 賣這個 槍吉魚相關的 有冰淇淋啊 或者是用這個做的最終 那我先買一個這個冰淇淋 這個六百塊 剛好 超過它那個五百塊 本來想買抹茶 可是它抹茶所有的飲料 和冰淇淋 都是四百多塊而已 所以我就先來買這個 哇 我是不應該買粉紅色的 得到了一個Ligo 在後面這一家 這個賣茶的 買了一包這個茶葉 七百五十塊 因為它 賣那個吃到好像 也中了了 然後 這一個 Costa是 是大雅還是沒有 哇 現在還有什麼可以買 再去買那個槍吉魚了 它那個也有土產 先去買個槍吉魚 看看各位在槍吉魚這邊 就結束了 快沒時間了 買了一個槍吉魚最終 它還有一個提網 兩個這樣子 多少 七百塊 也是 差不多 剛好 這種就是不用先吃 可以把它帶走 好 看看這一個 是 好像又是YOSHIKO 黑黑的 第二個YOSHIKO 雖然YOSHIKO很開心 但是 還是沒有用 那麼 去買一下布丁好了 不買布丁了 它等太久了 這家店不知道為什麼 它特別喜歡搞的 有夠麻煩的 一個人在那邊登記 然後登記完之後 還要拿到後面去慢慢弄 然後 那我還要拿去給結帳人錢 一個客人大概可以弄五分鐘 再去買一個最終 如果有就有 沒有就算了 又買了一個槍吉魚最終 這次買的是不同顏色 藍色跟黃色 那裡面線一樣都是小豆跟抹茶 你也可以選擇的時候 純小豆的啦 我反正 我都是兩個都買中 然後最後一個 又沒有 算了 這個 搞不好 下禮拜去那個 辣椒會館 或許就已經用這麼二手 你們去看看吧 OK 那這次在早期的 AQUA MESI的影片 就到這邊 那很厲害 還差了一個YOSHIKO 不過YOSHIKO拿兩個 我覺得還是OK啦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知道更多小朋友 在日本的有趣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